前中共总理李鹏之女 李小林今年5月去职赴贤 一度引发猜测 昨日晚间 陆媒报道称 离开大唐集团后的李小林 陆续以新身份亮相 几乎同一时间 陕西省政府参事室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发布的消息显示 与李小林同为1961年出生的 郭伯雄包地 郭伯全已经将之为该管权士员 电力一解 李小林今年5月主动退休 但在此前一个月 他已经拥有思路规划研究中心 常务副理事长的新身份 日前中信国安提到 李小林是陶行之国际教育基金 管理委员会主席 并兼任行之思路研究院校长 李小林在大唐任时期间 对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就颇为推崇 2018不熬亚洲论坛联会上 李小林提出了一代一路 大健康驿站的概念 一个月后 电力一解李小林 卸下大唐集团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职务 而外界当时报道引述 其父亲李鹏 曾经给李小林烧信 顶住李小林尽量低调再低调 而实际上 今年5月 中电头和国家核电重组中 李小林并不在此列 而是平调担任大唐集团副总经理 外界认为李小林的事业前景黯淡 故而辞职 而区父亲要李小林低调 一是因为李鹏双手 沾满了六次学生的鲜血 二是李小林负面传闻太多 比如2015年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nsage 揭露的材料显示 李小林在汇丰银行 有248万美元存款 并与5个其他银行账户链接 而他建立道德档案的说法 以及在中共政协会上的名牌服饰 都引发网民愤怒和嘲笑 中共中央军委员副主席郭伯雄的包弟郭伯全 曾担任陕西民政厅厅长 在郭伯雄遭调查后 被巡视除挪用救财资金问题 随后遭免职 其兼职的陕西省老龄工作的原会办公室主任也被免掉 降职后任陕西省政府参事时 省文史研究馆 党组副书记 省文史馆馆长 2017年又被免职 随后消息全无 新京报公号正式11月11日援免中共陕西省政府参事时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消息称 郭伯全11月2日以中共陕西省政府参事时巡视员的身份 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梁贵到该机构召开的调研座谈会 这意味着郭伯全再次被降级 郭伯全原是一名厨师 后开过歌厅 依仗其兄郭伯雄得到拔拙 从村支书开始 到滨县县长 陕西省民政厅厅长 他的名言是我能和军委副主席说上话 陕西省省长能吗 不过 郭伯全能够在救财中心项目风波中不被防复调查 而只是被一再贬折 却多少有些蹊跷